你们公司还是有名漫人的嘛 早这样我就不至于投诉了嘛 实在不好意思啊 啊 也不是你的问题 耽误你这么久 走了 好 您慢走 帮我拿走普通的衣服 好 5分21秒 你们秋行的接待速度可真够快 是这样的 我们车行也想给客人营造自主选择的空间 您看您在买东西的时候 也不希望有人跟在您的身后 左右您的想法 对吧 要不帮您介绍一下您感兴趣的车 就这样吧 看看点头哈腰的那个劲儿 咱们可越什么还嫌加资越大 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这车我不要了 赶紧给我退钱 先生 合同都签了 哪能说退就退呀 一辆22万 我办两年代管 到头来得还三十五万 你们这是靠卖车赚钱 还是靠贷款赚钱 您自己没看清合同 这能怪我们吗 买车的时候 一个先生长 一个先生短大 现在出了问题就这个态度 我找你们店长 我们店长今天不在 您明天再来吧 你站住 今天推明天 明天推后天的 你干嘛 不行 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宝安 快把他给我轰出去 快把他给我轰出去 不好意思 您稍等一下 马上啊 你放开我 干什么 夏冬冬 这有你什么事儿 这是我的单子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这就是你对客人的态度吗 我 先生 有什么事儿您慢慢说 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是汽车销售公司 所以贷款那边的事儿 我们确实管不了 而且我们这里 也是按照合法程序走的 如果您现在不想要这个车 可能实在没办法给您推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收钱的时候对我客客气气的 一拿到钱 责任一推什么都不管 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吗 是这样的 我可以现在帮您申请一个 厂家最近推出的 三年级低利率等贷款活动 是需要您啊 这个贷款我们公司没有额外的提成 店长说过 不许给客户推荐这个贷款的 你管人家闲事儿呢 店长 夏冬冬他 谢谢你啊 小姑娘 没事 这是应该的 你满意就好 满意 满意 哎 早知道真不该贪这小便宜 差点损失十几万 幸亏遇见你了 行 那我先走了 欢迎再来 好 你这么卖车 不怕上司找你麻烦 不怕 我觉得公司想要长远发展 应该以客户为主 而不是引导客户 低首付 高利息的贷款 而且这样做也不长久 是啊 那您刚刚那款还没看完 我继续带您看车吧 行 走吧 夏冬冬 你必须ieli 你必须会 你不能 transmitting 不只脖子 不要 χ